Hello大家好,我是Barco和阿俊 今天是10月25日 今天是我們什麼日子? 哥哥哥的生日大秀 加生日Vlog 又來到我生日後 到哥哥的生日Vlog 我們去了銅鑼灣 我們也是吃黃馬克思 那間店的價錢和上次那間 是有少少不同 便宜少少的 所以我們看看上次那間 會不會對比上次那間 是有不同的口味呢? 告訴大家呢 自己是有不同的口味 就像漫auso 有不同的口味 這是厚度的口味 你說下個部位 是厚度的口味 不是厚度的口味 真的是厚度的口味 不是厚度的口味 是厚度的口味 但當然是こう 這個煎蝠蘿的炸帶子 花枝菜 很爽很脆 裡面不是全熟的 表面裡面有些軟軟的感覺 很脆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很脆 有些什麼反應 好吃 完 完 過街啊 吃生意啊 好吃 好麵啊 上次買完沒了 上次我生日那時候都沒吃 所以這次一定吃 小煙燻味 走走 三次 是不是兩個 是嗎 不要掛人吃 是不是很近煙燻味 他感覺到那種燒焦了的味 焦焦了的味 焦了的味 焦了的味 走 我覺得吃Omakase 除了魚吃到魚的新鮮味道 其實我覺得欣賞一下他們 每一個刀工 買飯 這樣再吃的話 有一個感覺 會不會 其實坐在裡面吃 再在這裡做 是不是不同的價錢 最後呢 這個是這樣 所以我坐在花桌吃 是最主要 很脆 很好 拜拜 拜拜 先生按了什麼 我差點了 我不想吃 因為你舔但是就是不想吃 不要走彈你 你贏了,OK? 因為它尾頭有蟹膏,還有櫻花蝦 加上本身的蝦膏很黏,混在一起 很脹口 它上面的蝦膏都突出很香 很香,炒過了 我最喜歡吃櫻花蝦,還有吃飯拌飯的蝦膏 很黏口,我這個吃皮就是好吃 黏了,圓了 我喜歡蝦膏脆脆的,然後有點黏黏的感覺 混在一起 好吃 對,好吃 我吃了這麼多,現在第八點就OK 暫時沒有什麼不好吃,是好吃的 我覺得每件壽司都有師傅的運動 要感受到那種... 十大大的暖暖暖暖暖暖 accuse人的 說話 在眼睛 說話 偶像 隔關的聲音 其實都是脂肪來的 口前口前 口前一點 有時候不是說厚的 會厚一點 厚得太 厚得太又吃不到味 厚得太又吃多筋 都要厚一點多筋 很脆 剛才看到我發現 原來是用手吃的 海燈是豬菜的 好像拍ASM 聽不懂了 很脆 平時我出去吃的油絲店 我一定會吃這個左口腔 即是真正口肉 還有兩塊 所以應該會很脆 阻礙你的嘴 什麼啊 阻礙你的嘴 好 還好 如果OK 芝菜是漂亮的話 就不吃 因為我可以吃 很脆 會喝一定要喝血淋水 好了 我們現在吃完這間 Omakase之後 我覺得很好吃 因為我早上預約的時候 它是380元12件 但是它現在加價就變了420元12件 但是我都覺得是 物超所值 我覺得它是 它是這間 嘗試給我那間 我覺得差一個層次了 而且味道上 例如是拖羅 拖羅吃下去 真的沒有什麼筋 真的 完全是好吃 而且 就算它有一個大拖羅 也有一點筋 也會說吞不下 完全是舒服的 教你告訴我 那些筋其實是可以吃下去 因為它越吃越有味 而且你整個都可以吃光 吃得出它越咬越多 那些汁流 你的喉嚨 那個味道是 是出來的 我覺得很好吃 而且每一件 我不是全部壽司都吃 但是我 意義都我覺得OK 我是會吃得下 吞得下 我是覺得好吃的 所以我覺得 這間店我會給10分 我會給9分 我真的會 是比這麼多間裡面 就算是最高的 總括真的很好吃 是不是 海膽 我覺得真的很好吃 師傅特意做給我們 是用紫菜底 浪著鏡給我們吃 好脆 感覺好 在銅鑼灣找到好吃的奧馬卡丝 其實是很容易的 但是你要找到性格比高 價錢又合適的話 我覺得這間花見 都是一個不錯的 數一數二的一間 都是一個不錯的 真是好 師傅很識心地講解給我們聽 這間花見 都斯文有禮 風趣有文 對 還有是堅談 就是我們在說話 他會留在我們說 不會解答問題 他不會假裝 怎麼造作 我真的好笑 我以為他是普通的徒弟 誰知道他真的是師傅 我們聽完之後都很驚訝 所以這間店我覺得 真的值得推介 值得推介 我覺得值得 我覺得可以檢查 可以檢查一次吃 不錯 我覺得是性格比高 我覺得有九分 九分半 九分半 對 我覺得很高評價 三個都給九分以上 證明了 你們真的要來吃 你們不吃 真的走 我們現在繼續逛逛 然後再吃鹹菜 我們應該還有兩餐東西 再拍給大家看 好 開心 買了LV 今天媽媽也有無緣 買了一個瘦 沒有了 又買了 因為 三十一嘛 一年一次 三十一 哈哈哈哈 雖然平常都很糟糕 這條人呢 真的吃完 不知道我怎麼吃不夠飽 然後現在下午 一四點多 就馬上吃了意粉 其實是怎樣 你買elry bar幾個小時 兩個小時就算這樣 你嘗嘗好不好味道 辣過稍微 來我嘗嘗意粉 比較上辣 所以味道OK 意粉色感 很清爽 爽口 我嘗嘗這個發酱茶 最近很流行的一個起司蛋糕的一間 它是實景輕盈 是實實的 實實 但是味道呢 味道就OK了 坐吧 其實這間的起司蛋糕是我喜歡的質感 因為它是 首先它是實實 然後它是鹹香 不是很甜 我覺得這個質感是剛剛好 起司蛋糕的感覺 對 它是蛋糕型 但是它是起司蛋糕的質感 很棒 不錯 剛剛我們來到的時候沒有人排隊 現在後面有七、八個人在排隊 Happy Birthday 你不要裝飽了 我自己給錢的 哈哈哈哈 想不想買馬上用 哈哈哈哈 這麼厚勤 謝謝 我真的這麼慢的 哈哈哈哈 哈哈 司機買便是挺不慘的 不是很慘的 三十二十二十 Happy Birthday Fu You 哇,補了這邊 啊 好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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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鮮出爐 新鮮出爐 新鮮出爐的頭髮 好熱啊 現在買到綠色 這個冷的 哈哈 剛剛是暖的 為什麼這個冷這個熱的 每樣一色 任你選 哈哈哈哈 好漂亮 你選 哈哈哈哈 現在我們來到這個灣仔的利東街 我們現在呢 身後面呢 多了一隻貓貓的 嬰兒公仔 很大隻的 然後呢 我們就加入爹地 爹地在這裡 然後呢 我們現在呢 這間晚餐呢 哈囉 耶 哈哈 接著我們呢 我們就去今晚吃個晚餐 晚餐呢 就吃那間 我們想吃很久的東西 那間是什麼呢 仙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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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間 天宿開的 法式餐廳 他們很懷舊的感覺 喜歡張敬軒的人 一定會來 看看 為什麼會看 他有機會呢 可能在三日 或是晚上 他可能會出來唱 給人聽 不過他唱唱的那些歌 很懷舊的那些歌呢 不是很適合我們 五代人的那些歌 那些歌 什麼 Tia Mimi 那些呢 那些歌呢 很適合他們 是適合他們兩個老人家的那些歌 所以我們就出發去那裡看一看 那些歌 是有… 很多的歌 有… 是… 是…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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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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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鶴最好的東西就是 這個好像報紙 很有懷舊氣息的一種 餐餐 就是一個菜單 我可以回家 因為它今天寫了我的十月五個 每天都不同 每天都不同 每天都不同餐牌 很漂亮 這個就是藍廁 很有古典的感覺 我可以一起進去嗎 No 加油 好 Bye Bye 出不出來了 這件事 什麼事 MING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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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好嚴隼的 這隻牙子就不爭氣 吃下去要出點力 咬久一點 但麵包OK的 很香 很香 有些以前有些復古的味道 以前的牙肉是這隻的味道 噢 對 好像一尊 這隻好吃的 以前呢 以前才有這些 現在很少吃到這種 是懷舊 拿回以前的牙肉 童年時候的牛肉味 很好吃的 這個紅菜頭的 第一口是酸 然後是一點點微辣 有一點辣的感覺 它就配上那個麵 再加它 Cream or Cheese Cream or Cheese Cream or Cheese 混在一起 那件事 整件事OK的 如果這樣吃那條魚 就不會有一股 華貴的味道 但如果混在起司 再加紅菜頭的味道就OK的 Danny吃的跟我們不同的 那個是 剛剛加起司 和毛花果 好吃 很甜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合適 是漂亮的 可能是漂亮的 也很期待待會 焗那個花果 甜白 我想這個也不錯 但是是芝士 是整塊芝士 嘩這個 嘗嘗 牛絲 牛絲是甚麼 流些絲出來 是拉絲 拉絲 聞到絲很大聲 它一來很香 咬到鼻子上 很香 奶味 這是什麼湯 這是椰菜忌廉湯 湯 謝謝 謝謝 我看見它好像很濃 好像很棒 流淚好像很濃 因為它應該是品牌 開了所有的椰菜 它是忌廉味 每天打完就很濃 很奶油 是偏濃味 今天是星期一 和重陽節 聽不到是烏覆的 這兩邊是飽了 我們早兩個星期 預約這間餐廳 一直都想來先後 試一下張憶憲開的餐廳 幸好我們今天就預約了 還有可以在這個 河床 這間都很醜 它不是很香 是真花 是真的啊 有水而已 要加盤 薯條好吃的 很有 很喜歡這種茄汁 是酸甜甜的 對 也有 酸甜甜的 你喜歡吃這個味道 酸甜甜的 最有甜的 通常人吃薯條 都是吃薯條才吃薯條 我不是的 我為了這個茄汁醬 才吃多兩頭薯條 因為包中吃茄汁醬 那時候那個黑松霧醬 黑松霧醬的薯條應該很好吃 你會拿得不可以嗎 不可以的 它兩個價錢 還有你們二十八周年 這樣也怪事 對 夾夾夾夾 不夾夾夾 只剩兩天而已 嗯 它是很鹹 哈哈哈哈 它是很綿密的牛 它不是乾的 而且它是很鬆軟 熟食的程度 也是OK的 就是 一個孔地 不會很生的 而且汁的味道也不錯 我叫七成 誰知道它給了五成 反而它五成就變了七成 不過幸好 雖然是給了五成 但是沒有流血 我都OK的 我收過的 我是很擔心 是出血 哈哈哈哈 通常西餐 多數人是牛多於叫豬 但這裡吃完豬和牛的對比之後 我發現可以吃豬多一點 因為豬的味道 我們拿捏得不錯 因為正常不是每間西餐 除了黑毛豬做到它 那麼優勝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間餐的豬 比牛好 因為牛比較濃味 而且有點鹹 你看看 三個都是牛 第一個豬 最後反而豬好吃 我們來一個平民街燈 A級的食法 剛才我吃到的茄汁 甜的 這個很鹹 再加甜 以後有什麼意想不到的驚喜 哈哈哈哈 我都喜歡吃甜多一點 哈哈 真的是低級的食法 是低級的食法 但是OK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KELFAN HAPPY BIRTHDAY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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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爸爸吃那個頭盤的時候 他說極力推進去那個毛花果 他很好吃 我試試試看 這個是甜品的毛花果 我的雪糕 他好 他好超軟 但全菜都好吃一點 全菜都好吃一點 全菜都好吃一點 嗯 但這個都軟一點 而且那個甜度不會很死甜 然後又吃甜甜甜的 我覺得挺好吃的 剛才好吃的東西 剛才好吃的東西 各位先生女士 今餐偏縮先後 大家覺得食物質素 服務態度 環境 食物質素都OK的 環境 OK啦 當然懷舊 影響都低 不過呢 始終不足就是 沒有人唱歌 我們想像有歌聽 有時候有點失色了 對呀 可能疫情關係 快點啦 始終是老闆 盡量避開這些環境 整體都好 食物都可以 有些地方鹹一點 這些工作人員 很多時候都會 明五成就比七成 那個甜品 比漏了兩份 最後都 整得OK 那你們十分 比這間 多少分呢 八分 我又來這套了 我永遠多個太太 八點九 好 請問兩位公主 今餐是食品 你先 嗯…我覺得 張仁興這間餐廳 食物質素都OK的 我唯一覺得它比較鹹 濃味一點 湯 前菜 主菜 甜品 它的食物都偏濃味 整體環境上算都不錯 而且挺靈靜的 不過也是 我跟你們剛才所說 就是沒有軒縮在唱歌 我差點那樣 軒… 軒哥 軒哥 軒哥哥 那些歌 在這裡的話 就更加正的食物 因為我都很喜歡聽 張仁興這首歌 最愛最慘了 對 最慘了 時光 加粒美麗 加粒美麗的翠代 不過它來到就算都不會唱 現在流行歌曲 記得它唱的以前很舊的 古典 甜品味 還有一些高音歌 等等 很懷舊的歌 所以我覺得 整體我自己會給 7.5分 你都拿得挺緊的 好啦 首先不進攻 我覺得 現在這個環境很美 超美 有很多人可以打卡 現在我們剛剛 只剩下的人都離開了 然後有很多人 都會出來 像博物館一樣 拍照 但食物質上 我覺得不錯 挺好吃的 但我覺得服務方面 其實可以再補一點點 畢竟是一間這麼美的餐廳 落單會落錯 聽的又聽錯 可能這樣那個女生 還沒睡醒 可能還沒睡醒 可能晚上 晚上就睡醒 晚上已經開始眼睡了 可以入寶 今天不可以的 都可能是 但整體來說還是不錯的 好啦 多謝兩位 OK 好像你還沒給多少分 還沒給分 我覺得 7.5分 嗯 還有我覺得 比我們平時兩個 害羞拍片 太多人的時候 會拍不到很多散疏 但現在這個情況 我們自由就正 沒什麼人 我們可以自入奔放 我們怎樣拍 怎樣拍就怎樣拍 走個圈 已經迷人都能動 雙手又漂亮 拍照都拍了很久 我們廁所都玩了很久 謝謝 兩顆兩顆 先拍一下 先拍一下 Hello Yeah 好了 今天了 十二十五號的 Kelvin 34 正式完美結束 Yeah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那這次的影片 暫時到此為止 大家覺得這條影片好不OK 或者食物介紹質素好不好 還是我們四個都這麼白癡 但是這麼開心 大家看完之後 就覺得 看到這裡 大家都很有勇氣 我覺得這條影片 應該都二十多分鐘 都不會完 所以大家如果繼續支持我這個頻道的Fall 就在下面留言 記得按LIKE 記得按鈴鐺 我們下次有條影片 就會再出的啦 好了大家 這條影片暫時到此為止 我們下一條影片 大家繼續再見 我們四位 我們下一條影片 繼續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